Transformer 回到这里 有Transformer 续亲 支付在这里都不用担心 基本上我们每周都尽量将最精彩的Transformer 在大家面前变一锅金 变成金的世界很大 今次介绍的Studio系列 是出Game的就是War for Cybertron的史维拍 基本上史维拍到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角色 很热门的角色 今次用了一个这么漂亮的Cyber的车 有什么感谢 我玩War of Cybertron内的每个角色都有些惊喜 因为它是未来的跑车 但变化又不是太过俗套 每次变形都有新鲜和创新的感觉 反而我个人意见 在War of Cybertron系列 因为它本身不需要特别就着现世车的造型 所以它真的可以就着载具形态 和机械形态 都可以做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平衡 这是我最喜欢的 这是非常有型的未来的跑车 它是保持Sizeway的红色的跑车 红色的跑车出现大着神秘 这是未来的车 先看一下 合不合格 看下来 看下来 很顺利 很顺利 但合格 只能锁着桌子 好 到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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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形挺有趣 今次脚内花了很多心思 我们从屁股开始 先揭开这个盖 先揭开盖 揭开盖后 将这两个盖打开 套路也是一只脚反出来 普遍这系列也是二十多步 也不算太复杂 不算太复杂 因为它有很多扣 扣得也算够确实 在车型态就会比较稠实 脚好像散了 但其实它可以补回所有脚的内侧 后面 小腿位 大腿位就被摸鼻 脚就像踩雪剧一样 这个个人 是有点有趣的 这样就变成了不会有些太穿奔的位置 这个也是比较漂亮的设计 这个下半身就大致变形 上半身这个都比较特别的变法 它是将整组东西拉下来 其实你现在看到 Digba变形的时候 底盘的骨架 其实都很清晰 你大致知道这些收纳位 和它将来变成手时的可动性是如何 这里将会成为前胸夹 这里是反过头部 扣回它 这两个位置 可以刚刚好 T字形地插进去 这就成为了肩膀的位置 然后再把胸夹吸收 而肩膀的位置 这个位置刚好可以鎖住 在下辣的位置 这个位置可以鎖住 这变了穩固了 手也是一贯地返回 但没有补补手的内质 最后车盖扣回来这里 这是大家耳熟能长的变形方法 在这里向后 最后扭回腰 完成 变完史卫柏 可以多变一些 那支枪不用时可以收到背部 用而不是握手 因为这系列全是拔手 这个游戏系列是所有的 上次介绍Crip Jumper 大黄蜂等都是用这个方法 这些特色 插进去 变成了 单手开窗 可动性都非常不错 手部也是烈波灾 提肩 手也有水平转 这系列的可动性都不太差 腰也有一转 这件事是重要的 抬腿也有水平转 贴地全部都有齐 全都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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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有只闪电光 也有很多 喜欢打机 可以存在这系列 也非常不错 还有顺便补一补飞 大家真的喜欢DISPLAY 盒子的设计 都非常好 所以摆个试试正正的姿勢 我个人是 我自己来说 我都非常推介 好 待会再见 待会再见